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你们说出的这些话 男人们都在奋奏 因为想要跟我自己的女人幸福 有很多人内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那今天加成想问问你们 没有钱不坏的男人你们要吗 你们不要 女人和男人哭的比例是五比一 你们女人因为一点小事也许哭了 男人都会跑过去低下头 因为她爱你 她会为了你干所有自己白干的事情 可是你想过男人吗 她在外面受苦受累的时候 眼泪包含住了眼不敢往下流 又苦又累的时候 只有把腰打碎了往肚子里面 可是你们女人最后的回报是什么 是被怕还是离开 在这个世上有很多女人提出来 我要车 我要罚 我很好奇的是你们哪里知 有什么友情提出这个要求来 你有旋律 长得漂亮 我在这里请问你 又有几个女人不会说话 又他妈的有几个女人是处女 我相信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人反驳我 不是处女也不是你们男人干的吗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两相情愿 如果你们不愿意 那男人就属于强奸 曾经有个故事 男孩和女孩 女孩的母亲问着男孩 你有车有房有存款吗 男孩不知道怎么说 这个时候男孩的父亲说 请问你的姑娘还是处女吗 有打过拆 吃过病要吗 跟别人讨过局吗 此时女孩的母亲无话可说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 你们现在跟着她有钱的男人 和所谓的富尔泰 那并不是她的琴 琴是她父亲赠来的 为什么能挣到这么多的琴 因为她父亲在年轻的时候 找到了一个像她母亲一样 愿意陪着她的女人 所以才有了惊天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只是想告诉你 所谓的真爱 来自麦西加成 我想对你说 我好想你 我好想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